你看孩子能幫你做家事,你豈不應該感恩嗎? 對不起,我就跟那些已經世婚的弟兄姊妹 我說弟兄最大的婚姻的致命傷是不負責任 一點挫折就不想賺錢,就不想皇家,不可以 你越是挫折,比方說你現在正大業,弟兄沒有職業 姊妹自己賺錢,你可不能就在家裡拿電話 上網,就喝老酒,你這樣叫做頹退的年輕人 我說你越是這樣,你越要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 叫姊妹回來看起來,我的弟兄還愛著你 到有一天準備報答,你看台灣處理的大老委員李安 我有一天讀著她的故事,我好感動 她剛進好萊塢,你是個台灣來的,英文都講得不好 誰騙你做導演啊?根本好幾人都沒有職業 就是她太太去賺錢,她就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 然後等到太太告回來跟孩子坐在台階上迎接她 結果有一天主就告起她 主能夠告起你,但你小事肯不肯做 肯不肯服下來呢? 所以所以第一,弟兄要負責任 還有姊妹,對不起啊,姊妹們婚姻上促交了 她不是第三者,是太任性了 是脾氣太暴躁 真言有五個地方,特別二十一章九節十九節 所以說寧可住在房屋的一角 也不會使盡真場的婦人同住 寧可住在康裡也不會使盡真場的婦人同住 子妹們啊,有些時候家庭不好 就是你的脾氣沒有約束 神最喜歡的就是靈禮、溫柔、安靜 對,你做偽裝飾 所以不嘛,吃虧就是祝福嘛 何必一定要爭到底呢?對不對? 為了惹女,有一時候我們人力人 這個家就盟主保守 所以這個神妹,我確認她 跟孩子說,你去禱告 媽媽只要你旅行三個條件 你說主,我該怎麼來愛你 我這個俗教怎麼敢獲得最有意義 三個就好,不求多 讓他自己去尋求求 看他能造 他如果真的有心尋求 他一定會說,我願意早起 我願意早睡,這就兩點 我告訴你啊,親愛兄姊妹 你若知道早起的好處 你晚上都不願意浪費一點時間 還在上網 還在無聊,在看那些東西 對不對?你若能操練 馬上回去趕快睡覺 你說九點睡,那幾點起來 四點就可以起來 起來太早嗎?主最喜歡你早起 你四點,人家都在睡覺 你早起,主的注意力 恩典榮耀都充滿你 你都知道早起的好處 我不願浪費一點時間 在無意的事 求主,幫我解開我 我是因為被主管叫做 我以前在永和 九點半三回 人家還要騎摩托車 還要開車回去 我這個電梯上六樓 我住六樓 我姊妹都常去照顧我的外孫 外孫長到眼光 只有一個人 我想九點半到十一點 還早嗎? 這何必這麼早 所以就泡杯牛奶 兩片餅乾 就說主啊 我十一點我就下 我就下了 結果告訴你 十一點下不了 十二點下不了 到一點啊,主說你在找什麼 你找死啊 真的,主不止一次 那個臉色是好難看的 所以我自從被主管叫做 現在我姊妹站不在家 主都在看著你 我才不管誰跟我在一起 主在看著你 所以我現在寫一個秘訣 一回去趕快洗澡 趕快睡覺 越早睡越好 當然我的手機是放在房間 二十四小時時間吧 如果三公派有人吵架 我還會出去欠家 但是都沒有 屋久平安睡覺 阿妹 這樣不是很喜樂的生活啊 我現在出門啊 什麼藥都不太難 血壓也正常 什麼都正常 我現在身體以前 求主二十塊好太多了 我以前都感覺 哎呀一夫事 只要這麼一起躺下來 我從美國 對不起這一次 國上幾年 一晚馬上坐飛機 從亞克蘭大到芝加哥到東京到台北 過一個晚上 又飛新加坡到紐西蘭的奧克蘭 中午到晚上上講台 連續講六點 而且他們要求我一定要講一個多小時 講完了居然沒有火龍也來 而且講完了我晚上上飛機啊 中午他們還不放得過去 還安排兩堂 一堂 管理弟兄姊妹的婚姻 一堂 管理全時間 該怎麼辦 等到講完了請 愛恩完 就送我到機場 到時候我以前回來一定 躺在床上 哎呀我說主啊 我都已經年紀以前更大 怎麼還能這樣 哎呀主就說 單純就好 回到生命樹 主就保守你的一切 對不起我講多了 求此赦免要給我 還有兩個問題 作業多到寫不完 又碰到機會怎麼辦 作業量是一般 班級的三遍左右 我告訴你作用 作業不用寫太多 我們改的人知道 到時候都放到你邊去 對不對 不用寫太多 你只要進行寫一點就好啦 除非老師來來找你 你怎麼沒有寫 就表示他認真看 沒有找你 他就不會看 作業不用寫太多 愛主是第一 你只要該寫的寫一點太多的 你覺得底下是美最 就不用再寫 真的哪一個老師 會改你那麼多作業 沒有那麼認真的老師 除非他來告訴你說 你怎麼都沒有寫 你說老師 我是基督徒 我要補金 你放我一碗好不好 那我都補金的話 老師你也要信耶穌 怎麼寫啊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的女兒 現今高三畢業 將進入大學就入 在高熱時 同班男同學 相談聖歡 甚至為男朋友 我們父母都不同意 但你現在都不說他們的情況 也不分手 對方也不願信主 該如何是 該如何是 真的需要留內或見 必要的時候轉向 轉向不成 班大人不小 總是斷開這一條 因為他既然連在一起 你確定沒有用 再不然到海外行 總是無日落化 所以這一條 這叫屬地不解情感 斷開 你要告訴孩子 你才要上大學 你什麼時候準備結合 請問你預備好 你跟他父母有什麼時候結合 最少是你看 你從高二就開始 到大學畢業 男孩子還要服兵禮 這叫做月長夢多 這個將來的變數 很多年輕人 愛的實際婆娘 最後呢 對不對 最後 最後不了兩支 甚至更不好的 死亂中情 太多這種情形 我們男女關係 是為了要結婚 才需要男女有交往 不是交往著好看 好奇 這個對你是個折磨 你功課不能專心 愛主更不能專心 所以呢 要勸孩子們 你不要那麼早交往 其實你早了 到時候有一天 更好的 更好的對象 顯在你眼前 你會後悔 你會後悔 你不要這麼早 就為自己高血 你要問孩子 你要負你的責任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你將來還有五六人 才要結婚 那你保證這五六人 絕對不會有變數 萬有變數 你還活得下去 對不對 這些都要考慮在其中 而且你要告訴孩子 孩子這個難得若是你的 第一 要信主 否則你的婚姻不會信主 第二 若是他是你的 暫停一段時間 主不會把你們趕走 真君不怕好練 這裡面兩個若是出於主的配對 主會保守到你 若不是出於主的 屬地不解的情感 就要趕快斷塔 免得怨場夢多 將來彼此都受折磨 這個需要夫妻迫切 祷告照 孩子好好的 實在他永遠都斷不了 那就搬家 就搬家 把他們斷開 這種父母的 你今天還靠著我協會吃飯 你總要跟我自在一起 我們轉學 你搬走 總是斷開這一切 為了讓孩子們終身的屬於幸福 有些時候需要壯士斷斷 手指拔在這幹 好